伊斯大他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塔的话 是比AG超王会要多的 那我说的时候我扫了眼 我发现AG超王会他们整个外塔都是没有破的 只破中路 对 对吧 只破中路 那么伊斯大呢也是想通过这一点来控制什么 控制野区Buff 是 通过这一招来强行克制AG超王会 不让他们有任何入侵野区 就是保留自己家野区的一个方式 其实可以看到伊斯大 他们打完之后小玉还是有点在笑的 没有压力嘛 因为还有两局 我们在常规赛其实和上个大际一样 是Buff 3 但是好在就是不分组了 对吧 在最初在评论期的时候 狂人和九天给我们分析过 他们呢 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全组的双循环 每个队伍之间都会交战两次 所以虽然说这一局 AG超王会获得了胜利 伊斯大败掉了 但是没有关系 下一场再打回来吧 下一场还可以打回来 下一场依然可以打回来 对 让一追二 让AG超王会也可以尝尝这个滋味 是 那现在也是进行到了 我们的一个AG超王会对着伊斯大的 第二局比赛当中了 那其实第二局比赛当中 我觉得就是平泽你觉得 他们两边的双方的一个班位 班人的情况 跟上一局会有什么不一样 班人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还是要克制一下李白 把李白这个英雄给他强克制住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无限荣耀版本 李白大招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 不管你有多少目标 我打出来的伤害都是百分之一百的 对 这也是 孟磊也是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好 AG超王会这一局 如果伊斯大再不搬他的李白 哎 AG超王会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只要有李白他们必强 是 上一局的伊斯大他们是搬掉了 大乔 花梅兰和纳可露鲁 这一局的话 我们需要再看一下情况了 对 好的 那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AG超王会对着伊斯大的第二局比赛当中 那么伊斯大位于蓝色方 AG超王会位于红色方 伊斯大来到蓝色方之后有个先半先选拳 是 先半先选的优势就是能够先抢一手英雄 对 而后班候选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够针对你 在最后一手针对 对 我能够针对你 把你的英雄给他针对死 特别是最后一手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一选选择什么英雄 我在一二选我就能够直接对你一选进行针对 然后你二三选我能够在三四选针对你 这样的一个反针对的话 其实对于A超王会在红色方来说呢 对于伊斯大有一个好的克制 但是黄教练他不是一般的教练 我们现在看到伊斯大的一般呢 还是班长娜和露露和李白 这两个英雄 伊斯大浪费了两个班位来针对孟磊 那么在接下来 A超王会其他的体系就能够拿出来了 而且在这个版本当中呢 孟磊他也不单单只是会玩这一个英雄 在上个版本我们在比赛中看过的 孟磊拿出了达摩 达摩 而新版的达摩也非常强大 A超王会的一般班的太乙震人 还是和上一局的话是相同的 太乙震人强大就在于 他能够复活队友和自己 前期的团战四季之后就是七打五 是那么A超王会第二班是班的 黄姆兰依然是没有想把这个强势的 一截给放出来 对一截在四季的时候 切到重剑姿态 他能够所有技能 释放的过程中都是霸体 是 都不可控制 对 而在轻剑状态就双剑形态 他四次攻击之后的第五次攻击 或者是第五次技能释放 会造成沉默 沉默 而且可以如果你队友扎堆的话 就是一个群体沉默 没错 那么Eastar这边的话 第三班是搬带了关羽 对 关羽在上一局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点 是的 关羽在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可以继续放 因为我觉得关羽 是的 是我们上个版本的强势英雄 但是在这个版本控制体系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关羽还是非常好被针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 AG超会最后一班是搬掉了哪吒 对 哪吒 哪吒的班呢 也是不要让Eastar再拿到哪吒 或者说让AG超会 自己的这一套治疗体系 能够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能够发现A超会 他在用什么样的英雄 能够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呢 就是恢复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 Eastar是选择了大乔 大乔放出来必抢 非半必选的英雄 这也是大乔在整个KPL联赛上 第一次登场 是 其实大乔这个英雄的话 他作为一个 我们王总要首个四技能的英雄的话 他是可以改变王总要整个游戏格局 并且加快游戏节奏的一个英雄 对 他的二技能和三技能能够实现一个 将自己的队友立刻送回家 并且满血满蓝用大招把他这里召唤回来 是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容错率 对 就是简而言之 大乔是一个战术功能型的一个英雄了 对 干可能力会非常强 对 那么这局我们来仔细看一下Eastar的 最后四手选择的英雄 而AG超会呢 他们的选择呢 还是选择了杨简 对 选定了杨简和出口量 出口量的话 这一手也是放出来了 你将斩杀进行到底 没错 那么这个量的话一定是老帅拿 对 好Eastar是否要确定 确定了达摩以及露娜 相当于是以选代班了 对 是把梦雷的两个成名英雄 玩的比较好的英雄 都把他给拿到了 这样的话呢 你觉得梦雷接下来 他可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还会是韩信吗 其实现在梦雷的英雄 其实真的是已经到极限了 已经到极限了 是像李白纳克 露露 包括达摩 露娜 这四个英雄 全部是被拿到了 Eastar在这一局 在班位上将梦雷针对到死 是 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AG超会会选择什么样的英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Eastar 他们这套体系 Jungle在这一局 应该会选择使用露娜 露娜 对 这是他的成名英雄 Jungle的露娜 打法非常激进 很强势 对 我记得他在Eastar 在之前对阵 好像是对阵仙格 还是对阵 在KPL的季后赛之后 一个露娜 从敌方家的伊塔处 一路越下无限连 到对面的水晶 连到水晶 到泉水位置 非常秀 所以这一局的话 让Jungle使用露娜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蓝buff呢 也是会让给Jungle 也就是说Eastar 不会再选择其他的法师位置 而且在已经有了一手 大小的情况下 对 而AG超会的话 接下来是选了 项羽和弓本武藏 弓本武藏选择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给到梦类了 对 因为我的印象中 威威的弓本武藏 其实相对于来说 比较强大和强势 而刘苏呢 其实也是非常 非常善于使用弓本的 但是在有阳解的情况之下 刘苏会使用阳解 是 好看一下 看一下Eastar的最后两手选择 鱼姬 是要确定的 这一局不能再使用鲁板旗号了 而且在敌方有这么多 近战刺客英雄的情况之下 鱼姬是能够完美化解 弓本武藏 对射手位置带来的一个强压 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 Eastar另外又是补了一手 项羽 情侣党啊 Eastar这边是 旅布 加上大乔 这两个双辅助 而达摩在这一局 主要的一个打法风格呢 就是开团为主 只能依赖他开团 其他人生开不了团 对 其实换言之 Eastar这一套的整体 就是一个三薄二 还有韩信和菊佑金都在外面 那么如果选择韩信的话 AG超完会这一套阵容 对Eastar的余季来说 就会非常开心 你拿什么切我 对 这套的话 我觉得AG超会 你看像杨简 龚本和韩信 这些英雄的话 虽然他都是高位的英雄 但是其实对于 鱼姬这样的拉伸 特点特别好的一个英雄 来说的话 是有点难办的 这么一看的话 其实孟内的英雄池 现在已经到达了 斑不完的地步 对吧 虽然因为在这个版本 其实菊佑金上场的几率不大 因为他的伤害 和他的技能距离 都进行了大学 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赵云在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他的所有的技能 都已变短了 对吧 开弹能力大大削弱 在这种情况之下 赵云和菊佑金 这对韩尔兄弟 就没有办法上场 那么谨慎 韩信一人 但我们知道 韩信这个英雄 在AG超会的阵容体系里面 打的是一个自由人 就是我奉承你 就是你孟内自己去发育 对 我不管你 你爱怎么发育 怎么发育 你最后是来参团也好 还是你去偷水晶也好 但是A级超会的 AG超会手中的韩信 他的经济收入 他不是通过自己家野区 或兵线收入的 他是通过敌方野区来收入的 所以这局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露娜跟韩信的交锋 是AG超会和伊兹萨的核心关键 对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再反观 AG超会他们的团战优势在哪 团战优势呢 其实他们的AOE输出能力 其实不够 其实是不足的 但是我们在反观Estar这边 他们的五个英雄 全是范围输出 是 全是输出点 对 可能就只有一个鱼姬 他的一技能才是 他只有一个一技能 是一个范围伤害 他的所有伤害 全都是单体的 只有一个一技能 但是一技能 在这个版本的加成非常高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战队的一个整体重用 首先是Estar 他们选择的是 大乔 露娜 鱼姬 吕布 还有达摩 对 A超安慧这套阵 是杨简 诸葛亮 公本五藏 项羽 以及韩信 再次看到了梦类的韩信 而蓝希使用的是项羽 项羽呢 是蓝希的拿手英雄 其实蓝希这个选手 他不像其他的选手一样 他有自己的独特和亮眼的地方 他在赛场之上 不会有太多亮眼的操作 但是要记住 他的参团率 是其他前排坦克都比不上的 对 就是说我们 由于他比较肉的一个性质 也加上他的一个技能 确实是非常能够克制 或者是分割对方的一个团战 可以打先手 把你的前排 或者是后排顶出来 或者顶回去 是的 我们看到A超安慧在一级 他们的阵容 其实是有一定的前期优势 前期打团是完全不虚的 因为伊斯大在由两个英雄前期 相对于较为疲软 第一个英雄就是露娜 在前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而鱼姬在一级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一技能 对 如果你需要进行强打团的话 你没有二技能保护 你只能依赖自己的闪现 闪现一跤 你就没有 你就不敢再进团了 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 小鱼在中路一直在骚扰老帅 对 这边 Tiny也是跟小鱼寸步不离 跟我前面也说到过 其实Tiny相对于就是小鱼的眼睛 我是你的眼 对 你是我的眼 这个位移二技能 将这个野怪给保住了 没有被伊斯大这边给抢掉 对 梦内的韩信非常飘逸 刷野速度也非常快 这个我们可以仔细学一下 他的打野路线是怎样的 他打野路线是从蓝buff起手 因为韩信 对 前期的话 他是非常缺蓝的 如果你从红buff起手 你需要通过技能 快速地把野区全部刷完 你会发现你到蓝buff的时候 你已经没蓝了 是的 已经没有蓝了 所以这个打野路线的话 也是非常根据场上的一个 整体的形式来走的 而且你要根据你buff的一个 存在时间 消失时间 还有他的CD来决定的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梦内他身上是有两个buff了 后来buff都在手 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杨姐是被抓了 回头一个技能 项羽跟过来之后一波劝退 对 因为没有四级 没有四级 你没有办法强杀杨姐 没有四级 大家都很难受 达摩他的大招第二段 会有一个斩杀效果 这里发现了 吕布看见了人 爱丽丝的嗅觉非常敏锐 还是要冲了进去 但是看到达摩冲了过去 有四级 一个一技能 将三个能不能踢出来 直接被顶了出去 大招踢到两人 一个二技能 没有斩杀掉了 带走了诸葛亮 韩信走位失误 被围剿在了墙角处 没有办法脱身 自己的所有位移技能 都已经全部交完 那么这边的话 蓝色的项羽 也是被小鱼一个袖球给带走了 即使触发了自己的免伤 还是无奈 对抗对面的三人追击 自己的血量 也不足以让自己扛住 而威威呢 借此机会反掉了 伊斯达的蓝buff 跟A传绘会形成一波护卦 跟伊斯达形成一波护卦 是的 A传绘会其实跟他们那一波 想要入侵对方去单专的 一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 没想到自己在的那个草丛的话 是被包围了 我们看一下这部的回放 艾瑞斯其实已经看到他们了 但是他觉得对面应该已经走了 所以他再过去看一眼 如果能够再稍微等一会儿 等到大桥到 可能他自己的血量也不会 他也不会冒这个危险 对 主要还是达摩 达摩那一波 其实大招接的有点慢了 如果再快点的话 就好打很多 他如果再快点的话 这个人头可能是瞬间 对 瞬间三个人就全死 是 而且刚才给A传绘会这边 还有了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甚至还给他们有一点 能够走掉的感觉 对 其实达摩这个英雄 他拿出来的话 他是在阵容当中 是一个百搭的 对 他打先手打反手 或者保护都是可以打的 而且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 比较看地形的 可进可退 可保队友可上去脉 是 但是其实达摩的话 用装周可以针对他 对 对 装周一个大招完美化紧 是 就是你的大招没有了 踢不出来 那么你没有办法触发自己大招第二段 第二段会有一个斩杀效果 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的伤害其实就不够了 对 因为孟雷挑起了大桥 但是 每一顿疯狂操作 但是自己的队友都没有跟上 对吧 疯狂操作 对 屏幕都差点磋碎了 是 好 这边看一下孟雷又冲得上去 没有大招 攻本武装大招落地 直接被勾引到了塔下 但是大桥一波沉没的话 非常及时 鱼姬开启了二技能接闪现 规避到了自己的伤害 是 那么另外一边 祝福良也在找实际输出 看到了Jungle这波月下无线连 直接碾死了VV 又再次去碾蓝锡 触发自己的被动 二技能刷一下 再接大招 标准的月下无线连 是 非常标准 那么上落的话 还在进攻这样的话 其实孟雷回到塔下的话 露娜是没有什么办法去击杀她 特别是她二技能还没有好进攻 就到了草丛柱卡一波视野 但是杨姐是有自己的一技能的 而且三段大招全部打到她身上 这波达摩是抢到了蓝buff 那么短的一个技能距离 就这么直接给抢到了 是 这一个蓝buff其实对于孟雷来说 在这个时间点 她的发育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 她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蓝buff 她就下来刷野的速度会非常慢 是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相当于是限制了对方老帅 用诸葛亮的一个发育 这样的话达摩和露娜 两个英雄都是有蓝buff的 那么他们的下一波团战就会好到很多 所以我觉得他们下一波 应该会打一个入侵 又来了 桑诺妍连强两野 一个buff怪 一只大鸟 是 现在可以看到A级超王会 他们现在的整体的经济 是落后E-Star E-Star的等级上也是有一个大幅度的反超 没错 蓝星目前只有5级 而作为打野位置的桑呢 她已经都到了7级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装备的话 鱼姬的暗影战斧已经做好了 对 为了克制韩信啊 出了守护者之凯 是 打摩都出了守护者之凯 对 我们看到大乔的话 这一局也是走的一个半肉出装 没错 没有出任何的法强装备 你看看露娜而且能拉进去 这样的话其实这一波是不太好打 露娜现在有点怕谁啊 你这样想要跃塔的话她是不行的 她如果强越她 公奔武藏一个大招 定住她 不仅能够让她冒 看到了这一波 有点浪了 对 公奔武藏开大定她 她想跑都跑不掉 不仅你的大招能飞多远都能够控制你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越下5级 是的 这一波的话 一次她在打暴军 但是韩信是想过来抢一下 对 韩信是没有任何解自己控制的技能 只有一个大招霸体 但是霸体呢 她是不会像花木兰那样去免伤的 对 那么在她霸体的同时呢 像鱼姬开启大招强控你对你造成 就是大招接一技能能够将韩信打到半血以下 最有跟上直接秒杀 对 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姜狗换了一个暴军嘛 还是很划算的 对 孟磊在这个版本里面使用的韩信 我们能够看到她没有出攻速打野刀 她出的是一个肉打野刀 就是偏向一个半肉的玩法 接下来她会出 她应该会出暗影战斧 是这边的话是 击杀了VV 对 公奔武藏逃不掉 在这个版本的公奔武藏 也不像老白们的公奔武藏 她是需要撞到人之后 自己的二技能才会刷新CD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边 鱼姬和达摩两个人 是一直在对H超红会的下路进行推进 对 这一波Jungle的蓝Buff是被反掉了 Jungle的蓝没有之后 接下来一波团战 其实E-Star就不敢打那么的激进了 对对对 是的 蓝鸡反推 一个大招二技能减速 所以对我们又跟上 这一波疯狂操作只是为了劝退E-Star 是 那么整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江户在中路是把兵线给推了过去 那么上路的话 铝鸡也是在犹豫吧 在犹豫要不要推兵线 还是说队友是不是要打团 对 对 鲁娜从过去 一个E技能没有抢到 在现在H超红会终于反应过来 我们要控E-Star的蓝 而不是让E-Star一直在牵制我们 是 因为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英雄 在出完了试神之输之后 他在团战上就已经有足够的续航能力和输出了 对 10%的减CD 然后再带10个联敏明文的话 就是20% 20%的CD 对于前期的诸葛亮来说是足够用的 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H超红会就像你刚刚说 他们需要去反制E-Star的一个buff了 这边的话 E-Star在自己的蓝被反了之后呢 就一直强控H超红会的蓝 是 你拿我蓝我就拿你蓝 其实蓝buff的争夺 这已经不是一个推塔游戏了 对 因为两边的法师位置都非常吃蓝 没有蓝buff的这两个英雄 其实战斗力削弱 是 至少50% 这波下落的这个塔也是成功的被余姬给推塔 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一下子就可以点掉了 对 那么现在的话 整个其实H超红会他们是被兵线所牵制的 但是好在就是经济没有拉开到非常大 H超红会还是有翻盘的能力 是 可以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抢到 抢到了 这一个大踢上去了 是 但是被余姬点到了 是 这波诺元的达摩用的确实是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E-Star的话 先是利用下落的兵线把下塔推过之后 他们开始搜刮对方的野区 最后是对主宰进行一个打击 但是蓝锡应该已经发现了 走过去 Tiny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当眼睛 冲过去 是 露娜一个人修三个 直接被顶了过去 老帅的被动全部刷到了吕布的身上 没错 这波主宰不能再打 再打的话 其实双方都会比较伤 双方的状态都不是非常好 对 Jungo被打了一套之后 也不敢再进场 选择回家应该是拦不够了 对 那么现在比赛进行到9分钟的时候 其实双方对于主宰都是有想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E-Star这边 他们是领先的A期超红会 2000的经济 那么人头的话是领先的6个 其实 2000经济到现在来说的话还好 对 10分钟左右9分半 9分半2000的经济对于A期超红会来说 其实不算是大优势 是 想要将A期超红会打入低谷 必须是5000 甚至到1万的经济上 对 拉到5000以上的经济 对 因为在我们的整个游戏过程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抢经济的过程 就是谁的经济越高 谁在团战中 发挥的能力就会越大 没错 因为我们的装备是需要花钱的 那么除了杀人之外 还有兵线野区的获取能够涨钱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A期超红会 都打不了兰熙无情的被主宰 是 这波其实露娜想要打杨检 但是被公本大大住了 对 这波老帅是没有带被动过来的 所以说Jungle也没有办法被击杀 是 其实刚刚如果说没有公本的一个大招的话 我觉得杨检是有一点跑不掉的 对 他已经被标记到了 被标记到 而且是一个残血状态 对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韩信的位置 就要后了 韩信想要去断线 对 这边露娜应该是要发现韩信 要进草丛 达摩全体绕了过去 就感觉这一个草丛里面蹲了一个什么鬼 对吧 就是不敢进去 是 而孟磊呢 确实这个蓝buff没有抢到 没有能抢到 被艾尔斯看到了 对 孟磊现在肯定是不会跟艾尔斯打的 因为艾尔斯太肉了 如果要抢打的话 被吕布的一技能刮到 进入到附魔状态 他的每一下技能和普通攻击 都会带有真实伤害 是 对 对 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双方 已经打僵住了整个局面 对 下一步局面打开 是什么时候 是这个时候吗 因为艾尔斯大 他们在主宰上吃了一次亏 所以不敢在主宰上动心思 对 这一波的话 洛言很想打 这个话直接钉住了 没有办法走掉了 虽然触发了自己的免伤 顶了过去 能不能走掉 虽然是正式伤害 反生一个大招 鱼姬再用一个普通攻击 带走了兰西 但是另外的话 达摩是被击杀了 枪口进场 一个二技能吸到了三人 继续刷月下 无限连带走了老帅 这一波孟磊极限逃生 但自己家队友也不好打 威威这边要强牵 阿瑞斯走不掉 威威还在秀 继续使用一技能挡了一波 一技能的话 露娜现在大招极限刷新 是 那么看一下这边的话 大乔也是成功的将中塔给守住 其实刚刚那一波 我们把视线聚集在向羽 那边是有点多 其实我们没看到另外一个战场 达摩已经被四个人包围了 对 大乔也没能够保住他 是的 而我们刚才看到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将过他在使用露娜的时候 你在我对阵里公本五脏 我知道你公本五脏 会有一技能 对 你可能会挡住我的一技能的标记 是 因为他会有一个空气盏 对 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他就贴着他的脸在打 是 你的一技能释放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抬手动作 而你的抬手动作 那一瞬间 我的一技能就已经标记到你了 对 或者说我会在你的身上预留一个标记 是 这是一个操作细节 可能在职业选手身上会体现出来 在普通玩家的身上体现不出来 对 这就是露娜月下无限连的真谛 对 对 真谛就是我一定要保证 我每一次技能 我都能够百分之百的标记你 而且技能中间也需要用品类标记 对 幼心的大招踢到了 VV这边的话不好走 是 一套大招极限落地 凤娜用走位将他带回了自己的阵 队友身边 是的 依然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秀双杀 对 这部话持A7双杀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打 因为杨检在下落 对 而韩信 孟累他直接是走开了 没有参与团战 那么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A7双杀 这样的话主宰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质疑 对 会落入A7双手中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你直接过去当人肉眼 哎 技巧文会这边的话 他们是 直接放弃了主宰去打暴君 但是这个暴君的血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 还是掉了比较快的 对 这边是已经发现了 看能不能收掉 能 要强抢 能不能 直接抢到了暴君 杨检能不能收掉 杨检闪现了 直接冲了过去 但是被五人围剿 四人围剿 直接没有办法逃生 是 这波杨检和韩信的一个 整个逃生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被敌方追击的时候 一定要分开走 分开走 对 分开走才有机会保住一人 百分之五十嘛 敌方如果全过来追的话 如果刚才没有全部去追杨检 没有可能杨检 他就走死不掉 对 对 是这样 韩信是直接被小鱼单杀掉了 是 那么这波洛言的一个踢是非常好 但是还是被项羽给收走 打强劲没有了兵线 要撤退 防御塔伤害非常恐怖 是的 VV直接强切江戈江戈江戈 没有大招 那边再打一技能控制 艾瑞斯非常肉 对 肉到根本打不死 是 另外一边的话 小鱼也是在中路先清了一波兵线 其实刚刚那一波的话 我觉得伊斯塔他们是有点冲动 因为整个洛言他用打磨嘛 直接是冲进了A超王会的塔 把三个人是踢到墙上 但是自己也是吃了大量的防御塔的伤害 这波其实非常机智 A超王会他们知道自己的装备和经济差距非常大 那么我们就不能去抢主宰 是 而伊斯塔呢 机智就机智在我们再有阵容和装备优势的情况之下 我就需要利用主宰先锋来破你的高地 双方在进行这一班取舍之后呢 进行了暴君和主宰的双争夺 对 而A超王会拿到了黑暗暴君的buff之后呢 他在团战上其实就不虚了 刚才在下路那波团战我们就能够看到 A超王会在有了自己的伤害加持之后 跟伊斯塔的装备其实是处于同一水平线的 是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伊斯塔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条暴君主宰先锋上 该如何运营 能够将A超王会的中塔给破掉 只要破掉一路中塔 有一路超级兵的支持 那么伊斯塔就会很好去推上下路的高地塔了 是 我们可以看见现在整个伊斯塔他们的一个局面 是一个一三一推进的一个分推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三路同时进行 那么上路的话 主宰先锋是被海星带掉 那么这样的话中路有点危险了 对 大桥的一个技能 按摩这一个大招没有踢到墙上 但是将杨简打到了残血 是 其实刚刚大桥放的一个沉默技能的话相当于是风格战场后面的诸葛亮他们都不敢上前 杨简撤退之后中路的防御塔就守不了了 没错 为什么说要破中塔 因为中塔它是处于三座高地塔的中间 就将这三座高地的缺口打了一个出来 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中路将A超王会的人逼到自己的水晶处 从而进行上下路的高地推进 没错 这样的话其实A超王会他们手上下塔来说的话就比较有压力了 对 因为中路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离水晶最近的一条路 还是这边直接一个无敌的二技能吸到了梦泪 是 就感觉梦泪就在这个草丛 就是整个王者峡谷只要有梦泪的地方 只要有草丛的地方 就有可能就会有个梦泪在里面 是的 那么现在比赛进到16分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Esta他们整体领先A超王会2000的一个经济 其实这个经济差依然不大 对 16分钟其实在我们当前版本的话 16分钟的场均时间已经不算长了 对 也就是说A超王会有可能随时会翻盘 对 梦泪这一个一技能没有挑到 大招打起来 小鱼不要知道了 直接秒杀 秒杀小鱼 小鱼不在 就看江沟了 江沟被打残 还要进去秀 二技能有没有大招 一个一技能 杨简配合 蓝锡带走了 这边江沟死了之后 上只能撤退 所以艾瑞斯不在缺少一个前排 Esta 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急 对 是一个正面团战上的4打5 甚至于说是3打5 因为达摩他的血量其实都非常的健康 是 那一波的话其实是由于小鱼首先是被秒掉了 对 没有前排在 对 工本配合 诸葛亮直接是击下小鱼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其实是一个3打5 杨简在中路牵制了达摩 两个人同时过去 是一个3打4的状态 对 然后小鱼死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3打5了 是的 中乐的话在再一次冲进了人群之后 也是被带走了 对 上非常的及时啊 对 回头不能再逗留 如果再逗留的话 他自己死掉 很有可能再会上演上一局那种情况 A1超弯会一波中路高地破完 是 其实我觉得A1超弯会 他们非常会抓计划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上一波团战之后 他们的经济等于是拉平了 对 打平了 虽然说人头上落后7个 但是在兵线和野区的掌控上 我们能够看到刚才那一波 给的我们的一个出装视角 韩信的装备其实非常好 是的 又打了起来 VV的大招已经交掉 但是伊斯塔中路的伊塔还在 小鱼用大招消耗了一波 杨简的血量非常健康 艾尔是扛在前面 露娜进去月下无限连一个大招回撤 拉了回来之后 双方打成了一个零换零 都没有任何的伤亡 是 这波的话 其实相当于是露娜和 海星这波挑起来的话 挑到了小鱼半条血的伤害 对 这波应该是触发了一个暴击 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场上整个形式 小鱼还 继续走 是 韩信只要有蓝霸 她的技能几乎是无间歇的 对 所以现在整个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主宰和暴君都已经刷新了 对 我觉得下一波 超红绘他们能不能够 去把这个局势给变成优势 就看这一条主宰了 对 让这个局势再次回到自己的手中 对 现在双方对于盛世的把控 其实就是一波的事情 没错 只要有一个失误点 那么另一方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那你觉得这个失误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现在的失误点 其实就看两边的核心输出位置 老帅不能死 绝对不能死 老帅是他们的核 输出担当 老帅和小鱼 包括 Jungle Jungle也是一个核心输出点 如果Jungle死就没法打 现在看一下Jungle的位置 Jungle现在是没有蓝的 所以不敢上 对 而这边的话 韩信牵制走了 Jungle 达摩 可以打打摩一个人 打打三 打击回了三人 蓝希一个顶将达摩踢了出去 然后吕布用自己的一技能 真实伤害 挂死了蓝希 是 那么这边的话 杨潜看一下 晕住了三个人 改身二技能再用一技能后撤 老帅的话刷出自己的被动 一次大击波强连 打桥的三技能沉默然减速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孟类已经被Jungle给击杀 没错 这一波的话 H城会在没有了孟类之后 他们整个被达摩 踢到墙上 踢到了三个 其实这样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整个局势可能就比较乱了 对 现在 现在对于这个主宰的争夺 就是两边的盛事关键 看一下这波 这波要强抢 一技能的第二段 斩杀再次展现给我们看 H城会这一波伤害量非常的爆炸 三个人近乎于健康状态 强牵一死打一死打 无奈扣折 这一波主宰 对于H城会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 至关重要的一个主宰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H城会整个士气的提升 有相当大的效果 这一幕 这一幕在我们的上一届 KPL当中 是已经出现过的XQ 单局 连续用杨简的一技能 抢到了两条主宰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的经济走势的话 在这条主宰之后 已经是往H城会这边倾斜了 对 而且倾斜的非常多 没错 那么现在的话 是H城会反超一死打2000经济 而且小鱼现在不敢出塔 因为有老帅的被动在那站着 只要老帅有被动 小鱼敢近身 被动的距离其实是非常远的 是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H城会 是打了一个四一分吞的一个套路 韩星一直在上路带兵线 而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 三路主宰先锋 已经是逼近Isda的 对 三座塔了 看一下Jungo 现在的话一个人单接 就是要跟孟磊进行一个 四一分推进行到底 我将这边分推过去 我就把你带回去 这边的话 强推中塔 根本守不住主宰先锋 这个应该是可以守掉 因为是有超听戴的 杨简大招三段 直接强牵Jungo 冲上去一套反袖 将主宰给击杀 是 我们看一下 非常着急 交出了自己的惩戒 一定要把这条主宰先锋 给击杀掉的 这个塔不能再丢 而现在令Isda最头疼的是 韩星同时也在上路推进 必须要安排一个人过去 而孟磊也是我们整个 就是说这场比赛 从上一场开始 就是孟磊和Isda水晶 和防御塔的争夺 是 我们现在看一下 H城会 还有最后两条主宰先锋 我觉得H城会是必须要利用这两条主宰先锋 做一点事情 对 去继续推进一波 不管是上路还是下路 最后这波主宰先锋 RXY冲上去 直接击杀掉 孟磊不敢再打了 因为自己是一个残血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 就是Isda成功地手下了这三波主宰先锋了 对 韩星在这个版本 其实是打破鱼姬的 除非他出半肉桩 对 而小鱼的鱼姬呢 他在看到韩星之后 非常果断交大招 在我们连续两次上路的那个位置 小鱼就直接开打 打完之后韩星也没有任何脾气 因为他的大招会有一段眩晕 眩晕之后 如果韩星要选择冲上去打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秒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装备 看到了韩星的最后一件出方 戳出的是冰封之星 冰封之星会有20%的冷却缩减 加上暗影战斧15%的话 就是35%近乎40%的满冷却 韩星再加上自己的蓝buff 就已经叠满了 是 这样的话 他的一个高位鱼和他一个攻速 是相当快的 对 40%的满冷却 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无限方技能 是 现在老帅现在可以单挑黑暗暴军 嗯 老帅现在的装备的话 他的一个 纯输出流 没有一件肉桩 没错 非常凶 可以说唯一的肉桩就是他的鞋子 这就是老帅 他就是法师的代言人 他玩的所有法师 都是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我觉得这场会可以打 因为达摩不在 对 达摩不在 对 达摩不在 正面团队上是一个以少 以多打少 首先羽肌败和孟内带走了 好 这边孟内的话 是击杀了羽肌之后再反切 是 击杀两人 现在依斯达能不能再守住 上路的兵线已经进到了二塔位置 先倾依斯达的兵线再去强拆 孟内进场 达摩一脚踢到了两人 但是韩信的话 是有复活甲在的 江狗不敢进场 兰西肉成了一面城墙 根本打不动 是的 那么现在只剩一个江狗 江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水晶 冰线已经进塔了 孟内只推塔 根本不管人 再次获得了胜利 又是一波逆风翻盘 2比0战胜了E-Star 恭喜AG超会 简直无敌 赢得了我们揭幕战首战的胜利 对 虽然说经过了休赛期的人员调整和变动 AG超会依然以稳定且强大的磨合率 让新人与队伍完美融合 以2比0的比分 痛击了老对手E-Star 0 0